好 您去厕所听哈喽台湾 我是张家如 淑莉早安 淑莉早安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早安 淑莉 我觉得每天都好热 对啊 热到我们都觉得 快烤焦花巴 同样对不对 对 可是昨天你知道吗 我在高平地区的农民朋友们 都跟淑莉讲说 热到要弄化掉了 那你要高温飙到几度 昨天最热 最热就在高平地区 所以我们赶紧先来看看 到底有多热啊 来来来 首先我们来看看 昨天的这个高温排行的部分 有没有看到昨天的台湾 红通通 而且热到发紫 有没有 这已经不是烤焦来形容了 难怪高平地区的乡亲人说 整个简直就是要融化了 最热的地方出现在屏東内埔乡 三十九点一度不得了 好热 第二名在高雄的旗山三十九度 那么第三名在台南左镇 也有三十八点四度 这么热 热到我们昨天都看到 这个温度图都变成紫爆 已经红到发紫了 所以难怪气象鼠 也有一位预报员 他昨天就在讲 这昨天旗山的香蕉冰 应该也红了 万轮的猪脚 应该都已经熟掉了 就连今天那个什么包子 高雄桥头的包子 拿出去晒 应该也可以蒸熟 你看看这么的热 那么也因为这么的热 所以昨天的午后雷震雨 可是在这个南部地区 尤其嘉义也是落到变变变变 我们就来看看 昨天的雨量排行的部分 您可以看到 昨天当然以北部来说 北部还有中南部地区都有下雨 尤其大雷雨最大的地方 而且雨量最多的地方 就在嘉义梅山 昨天下了102毫米 那这102毫米告诉大家 也是一个多小时就已经达标了 因为一个小时在梅山 昨天下午4点半的时候 一个小时下的97毫米 简直就是暴雨 有没有 然后你看第二名 白河这边下了77 第三 第四 第五名 包括云林 古坑 山峡 还有桃园 复兴 也都有50到60左右 这样的一个午后雷震雨 你看看这个嘉乳 每天被晒到 大家已经变航交叉巴不打紧 然后午后雷震雨 还要叮叮叮叮这样被打 这已经是这两个礼拜天天的日常 真的 大家真的要适应这样的天气 对啊 真的是 而且淑莉今天就要出发 播完七乡就要出发去台南 啪啪狗 对啊 我跟你有点担心 对啊 哭哭 因为你看动不动就是这37 38度 我告诉你 我这一次可做足了准备 我防晒乳液戴了四条 四条防晒 有抹的 有喷的 不打紧 我帽子戴了两顶 其中一顶呢 我来跟大家看一下 先来聚透一顶 聚透一顶 来看一下 这个好适合到海边 是不是 没错 淑莉就是要到海边去 好看耶 所以啦 目前这样看好像 还蛮好看的 对不对 好啊 希望好看之余 也能够帮淑莉挡挡太阳 但是这个是好看啊 其实这草帽其实啊 也是还不错 尤其在这个夏天 而且呢 好像今年这个草边啊 好像也是流行趋势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物理防晒也很重要 对 物理防晒很重要 然后我还戴了一顶啊 是呢 还有遮 遮脖子的 鱼肤帽 我就不相信 下个礼拜我们来看看 我会不会变小黑人回来 真的真的 都已经快四罐防晒了 对 四罐防晒 可是有时候我们在外场啊 为什么淑莉每次不厌其烦 都要告诉大家 要记得要这个补充 对 因为呢 像我们在外面一忙啊 哪有时间给你补充啊 对啊 然后你一没补啊 我跟你讲 你涂一次是没有用 而且又流汗了 对 又流汗 上个礼拜去花莲赏金屯的时候 还被海水泼 对 然后呢 因为防晒乳液放在船舱 根本没时间进去补 所以麻烦大家 这个呢 到户外活动的时候 你就那个防晒乳液啊 小罐一点的 就直接带在口袋 对 随时补充 随时补充 所以现在的降雨热区 就变成中南部地区咯 对 这一点呢 就要好好告诉大家 你看喔 像呢 这个之前 你看我们就说这个降雨热区 大雷雨的降雨热区 是中部以北 对 那现在呢 太平洋高压的脊线啊 整个是已经牺牲进来了 可是呢 今天开始啊 其实逐渐的 脊线在逐渐的往北台 昨天你可以看到 雨次最大 雨最多 已经落到嘉义去了 就不在心殿 对不对 也不在北部 也不在南头了 可能那么呢 接下来啊 这几天 尤其明后两天 高压势力最强 可是高压的极限 是比较偏北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第一件事情 北部的观众朋友 要有心理准备 因为没有消暑雨 没有午后的一阵雨了 所以高温上看 昨天说三十八 对不对 气象鼠修了 下降一度三十七度 我觉得也一样 不是同样 对啊 一样热啊 是啊 还是热啊 好 那中南部的不一样 就在于说 因为高压极限是往北台 所以中南部来说的话 就没有这个午后对流的意志 所以就像昨天一样 这个午后雷震雨的降雨热区 大雷雨的热区 就会偏向中南部地区了 所以这几天如果说要到中南部 像熟丽一样有没有 对对 要到这个爬爬狗啊 大家就要小心午后大雷雨 好 那今天美好世界 带我们看什么呢 今天美好世界呢 带大家去天上飞一飞 真的可以清凉一下 对 来看看了 用不同的视角 我们来看看南洋平原 这个视角是这个空拍 空拍的视角 我们来看看这是哪里 南洋的哪里 宜兰的哪里 这是宜兰的壮围 没有错呢 壮围叔弟也有去爸爸够过 壮围靠海边 有没有看到龟山岛 这里是看的这个龟山岛 这个日出日落最好的地方 那么壮围来说的话 一边是领海 那么另外一边事实上你可以看到 它可以说是全台湾 重要的一个古仓之一 也算是台湾三大米仓之一 那么对宜兰来说 它是稻米的第二大生产区 这个时节你可以看到 这个稻子从绿转黄 黄沉沉的 现在还没有到收成的时候 可是在这个空拍机俯瞰 这个稻田 大家有没有觉得 在空中飞翔的感觉 其实也还蛮美的 而且也蛮清凉的 我们用不同的视角 是要谢谢这个基隆的尤家杰 他很擅长用空拍机 来拍下这个不同地方的一个美景 然后从高处往下看 你就会觉得有不同一番的美景感受 所以家如你有没有觉得 整个感觉很不一样 真的有变成鸟类的视角的感觉 对有吗好像就变鸟在空中飞了 所以有没有觉得 这样子也感觉心情 对 也轻松很多 清凉很多了 没错 好 那想去听这状况就赶紧把时间交给熟丽咯 好咯 那么看看外头 这里都是东海岸 你看看这样的一个阳光 这样的一个海洋 刚刚熟丽那一顶帽子是不是很适合 我应该戴着波气箱对不对 好啦 无论如何 来吧 展开今天又是阳光热情的一天 七月四号礼拜四 一开始我们就先从这个目前温度 带大家一块来掌握 那么现在外头各地的天气状况跟温度如何 同样现在的温度是一天当中最舒服的时候 好好把握吧 今天也可以数灯 昨天有四颗灯 今天几颗灯 今天有两颗灯 台北一颗灯二十八度咯 台中也很晴朗 二十八度 再往南走南南部的高雄 其实也是一头高高挂 高雄今晚几度 高雄二十七度 东半部花莲这边一颗灯二十七度 整个离岛地区天气都晴朗 马祖二七 金门也二十七 澎湖二十九度 那么看看现在外头的一头就知道 今天的紫外线同样是非常的独辣 我们来看看今天东半部地区 还有云家以南 南投以南 以及金门跟澎湖 全都是危险等级 那么其他地方过量级 无论如何 防晒小帮手 有没有 熟丽戴了两顶帽子 墨镜 阳色 帽子 记得都要戴 那么整体的天气变化 从卫星云图 我们就要来告诉大家了 在天气上来说 今天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 而且高压势力增强 整个照进台湾 不过高压的极限 逐渐的往北抬升 接下来明后两天就会对准北部地区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风场吹的是偏东南风 因此第一个天气炙热烈日当头 但是感宽的午后雷震雨 但是午后雷震雨的降雨热区 逐渐在改变 我们从今天的雨区预报当中 您就可以发现 就今天来看的话 北部有雨的话 主要就会偏重在山区了 那么接下来 包括了整个中南部的山区 以及云家以南的平地 今天都会有下午后雷震雨的机会 那么整个大雷雨的热区 包括像是南头 云家一带 甚至高屏的山区 今天都要注意 不排除会有大雷雨发生的机会 那么从地面天气图当中 您甚至可以整个看到 高压的势力整个增强照进台湾 但是因为景线逐渐的北台 所以明后两天高压最强 底层 中层 高层 都是照在北部地区 所以北部的观众朋友 就要心理准备了 那么中南部的话 因为底层没过来 所以事实上中南部 还会有午后雷震雨 虽然是消暑 但是雨是过大 还是要特别注意留意的 今天气象署也发布了高温资讯 我们赶紧来看看 橘色区块的地方 包括了大台北地区 还有台中以南的部分 今天都还是持续 会有36度以上高温 部分地区当然还是上看 37 38度的 我们也赶紧也来看看了 今天各地更详细的温度预测 好 首先呢 北部地区啊 今天的高温 33到36度 非常的热 降雨来说是越来越少了 那么呢 中部地区今天的高温呢 是在34到35度之间 再往南中南部地区的话 今天的高温则是35到36度哦 那么东半部地区今天呢 则是32到34度之间 那么至于里岛地区啊 今天的高温则是在32到33度 所以咯 问如何 待会要出门呢 观众朋友请看过来 防晒多喝水真的很重要啊 午后雷震雨 尤其现在热区转往中南部 迦南地区要特别小心 山区的大雷雨 如果有去西边 跨点天呕呕 就要赶快离开哦 时间交给家如 然后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